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男医生的职业生涯中究竟见过多少美女的身体 此时男医生拿出一张美女照片 直接在女人的脸上动起刀来 手术做得很成功 女人变得和照片中一模一样 而这位男医生正是韩国有名的整容医生崔岩 整容的女子正是崔岩的老婆恩西 崔岩自己经营了一家整容医院 失业有成的她 有着一位漂亮的妻子恩西 恩西嫁给崔岩后成了一名全职太太 然而对女人美貌有着执着追求的崔岩 依然不满妻子的容貌 就给妻子恩西做裸体整形 然而在接下来的夫妻生活中 崔岩怪癖的性格 引起了妻子恩西的反感 这天早上 妻子恩西正在为丈夫崔岩整理一桩 好送她外出上班 临走时 崔岩看着妻子恩西的容貌夸赞她 长得真漂亮 妻子听到后很随意地笑了下 结果被丈夫崔岩认定为轻蔑的笑 于是大发雷霆 责问妻子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冷淡 听到丈夫崔岩的责问 恩西连忙讨好的解释道 是你想多了亲爱的 一定是你最近工作太累了 结果丈夫崔岩再一次责问道 你以为我是没脑子的人吗 你难道不知道你最近精神恍惚 而且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差了吗 妻子恩西听后小声解释道 我只是这几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听了妻子恩西的解释 崔岩生气地反驳道 这只是你的借口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前几天那个电话是谁打给你的 你说呀 妻子听后连忙解释道 不是你想的那样 其实只是普通朋友 丈夫崔岩听后 再次狠狠地责骂了恩西一番 一通发泄后准备去上班了 发动车子后 平静下来的崔岩 看着站在门口送自己的妻子 温柔地向妻子恩西道了歉 说自己太冲动了 而乖巧的妻子恩西连忙说道 没关系的 只要老公心情好就行 崔岩看着如此乖巧的妻子 忍不住用手抚摸着妻子恩西的手臂 可崔岩不知道的是 妻子恩西早已受够了她反复无常的脾气 此时的另一只手 正紧紧地抓紧裙子拼命地忍受着 当崔岩开车离开后 妻子恩西的真面目露了出来 骂骂咧咧地走进家里 她对着镜子发泄道 是你自己身体不行怪谁 早晚气死你 借着恩西脱了自己的衣服 穿着单薄的内衣抽着烟 好让自己放松下来 此时恩西的情人周泰给她打了电话 周泰是一所健身房的金牌教练 身体健硕 长相帅气 简称小白脸 而全职少妇恩西 由于丈夫催颜的身体不行 到了如狼似虎的年纪 就喜欢周泰这样的男人 电话中两人打情骂笑 不一会儿 周泰就开车来家里找恩西了 当周泰进入恩西家后 此时早已有所察觉的丈夫 没去上班 而是躲在暗处观察 看到周泰进入自己家中 崔岩生气地悄悄走进家里 此时的周泰与恩西 正抱在一起解相似之苦 两人在床上翻云覆雨 好声快活 而崔岩此时不声不响地 朝卧室走去 还没走到 就听到了老婆恩西 与情人的快活声 当崔岩悄悄顺着门缝偷看后 只见两人赤身裸体的疯狂作爱 现场的画面 让崔岩悲愤交加 于是崔岩咬牙切齿地找来水子 正当他进屋准备杀死恩西及情人时 突然家里的门铃响了 于是崔岩神不知鬼不觉地 连忙躲了出去 来人是恩西的母亲徐娘 当徐娘走进客厅 刚好看到恩西的情人周泰从后门离开 于是愤怒地指责恩西不守妇道 而恩西却反驳道 崔岩像个疯子一样 折磨得自己马上活不下去了 并让母亲以后少管他的手 另一边 当周泰从恩西家出来后 连忙开车离开 此时坐在车里的崔岩咬牙切齿地 跟踪周泰来到一处地下停车场 此时 周泰一进入电梯 崔岩看到后拿住锤子用外套包住 在电梯门即将关闭时冲了进去 此时电梯里只有崔岩和周泰两人 崔岩从后面恶狠狠地瞪着周泰 当看到周泰脖子后面的口红印 崔岩不由自主想到了 他与自己的妻子做爱的场景 愤怒地准备在电梯动手 结果电梯门突然开了 于是周泰直接出去了 而崔岩也在后面紧紧地盯着周泰 看着周泰进入了健身房的办公室 愤怒地崔岩问前台美女周泰的身份 前台美女告诉崔岩 她是我们健身房的金牌教练 此时崔岩的手机响了 忙着接电话的崔岩 不小心把锤子吊在了地上 把健身房前台美女吓坏了 当崔岩离开后 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整容医院 此时刚好有个女顾客 点名让崔岩做双眼皮手术 当崔岩到了手术室 准备做手术时 内心因为妻子出轨的原因 久久无法平静 原本崔岩的医院开双眼皮 是不用手术刀的 此时助理小美看到崔岩 拿着手术刀准备下刀时 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连忙说有重要事 把崔岩叫了出去 两人到了外面 小美告诉崔岩 咱们医院双眼皮手术从来不需要手术刀的 您最近是不是状态不好啊 崔岩听后反问小美 你是在质疑我的工作吗 需要怎么做手术 我说了算 明白吗 真是没大没小 被怼得哑口无言的小美 只能乖乖地跟着崔岩 再一次进入手术室 进入手术室的崔岩 依旧拿着刀子 准备给女顾客开双眼皮 当她准备下刀时 突然出现了幻觉 崔岩把女顾客 当成了自己出轨的妻子 于是一把死死地掐住了女顾客的脖子 几名女助理看到后 连忙上前把崔岩给拉开 挣脱开的女顾客 哭着向手术室外的丈夫诉苦 结果丈夫听后 愤怒地冲进手术室 把崔岩恶狠狠打倒在地 幸好被几名女助理给拦下 女助理们连声向女顾客道歉后 女顾客和自己丈夫生气地离开了 此时挨打的崔岩 因为心口发慌 于是连忙走到自己办公室 拿出镇定剂 给自己胳膊上打了一针 这才平静下来 此时几名助理在外面一轮崔岩的状态 助理小美告诉同事 听说崔主任最近和老婆感情出问题了 每天都不在工作状态 说完后 小美决定前去崔岩办公室 看一下她的状态 刚准备敲门时 崔岩已换好西装出来了 小美连忙问崔岩状态好点没 结果崔岩反问小美 发生什么事了吗 小美连忙问道 您是要现在回家吗 结果崔岩说 我去哪里还要向你汇报吗 滚开 说着直接走了出去 另一边 在健身房指导女顾客健身的周泰 接到美女前台通知 说外面有人找她 于是好奇地走了出去 周泰出去一看 来人这恩西的母亲 忐忑地上前问了声好 结果恩西的母亲上来给了周泰一巴掌 痛斥周泰竟然和自己已婚的女儿搞在一起 并通知周泰 以后不要再和自己的女儿见面了 说完后直接离开了 站在原地的周泰不耐烦地发了几句牢骚后 也回到了健身房 此时跟踪周泰的崔岩 把恩西母亲见周泰的经过 全部看在了眼里 愤怒的崔岩来到恩西母亲家看望她岳母 当恩西母亲问崔岩 最近和我女儿过得好吗 背对着岳母的崔岩 内心开始愤怒起来 你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于是转身微笑着告诉岳母 当然过得好了 我们夫妻很恩爱 恩西母亲听后连忙说道 你们过得好就行 接着连忙招呼崔岩坐到沙发上 此时崔岩说出了来意 自己医院最新研发了一种抗衰老的药品 拿给岳母享用 恩西母亲听后非常高兴 崔岩示意岳母躺在沙发上 并关心的说道 闭上眼睛不要紧张 恩西母亲听后配合的闭上了眼睛 当一切准备就绪 只见拿着针的崔岩说道 就先从你开始吧 恩西母亲听这话不对劲 连忙睁开了眼睛 结果看到崔岩猙獰的面目 这时崔岩说道 你以为你女儿做的事我不知道吗 于是狠狠的拿针 刺进了恩西母亲的眼睛里 一下杀死了恩西母亲 当崔岩吹着口哨回家后 妻子恩西热情的迎接崔岩 此时崔岩递给恩西一袋肉 告诉恩西今晚吃烤肉 吩咐她去准备吧 当崔岩跟妻子恩西吃烤肉时 她关心地问恩西肉好吃吗 恩西边吃边笑着回答道 很好吃 接着崔岩笑着告诉恩西 这肉是从你母亲的身上 一块一块割下来的 说完崔岩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耳朵 扔到了烤炉上 吓得恩西哇哇大叫 此时震惊的恩西看着盘里的肉 想到自己的母亲 连忙跑去吐了起来 而这时崔岩终于摊牌了 恶狠狠地告诉恩西 自己今天没去上班 一直在家里看着你和情人约会的场景 听完崔岩的话 恩西吓得连忙拿刀抵抗 结果被崔岩直接拿凳子砸晕在地 随后崔岩把恩西拖到了地下室 拿出针管插入恩西的颈动脉 用恩西的血来滋养家里的花 看着奄奄一息的恩西 平静下来的崔岩 哭诉着自己的精神创伤 第二天一早 振奋的崔岩来到医院 表扬了几名女助理 说他们昨天做得非常好 惹得几名助理莫名其妙 女助理们还以为崔岩精神失常了 朱莉小美提醒同事们 工作时提高警惕 接下来在办公室的崔岩 突然听到敲门声 原来是一位美女顾客 来找崔岩做龙胸手术 崔岩是一美女顾客脱掉上衣看一下胸 结果崔岩被美女顾客的胸给迷入了 只见她双手情不自禁地抓住美女的胸 不停地摆弄 抚摸了一会儿后 不满的美女顾客说 你就是这样占便宜的吗 然而崔岩就像没听到一样 竟然把头抚下去近距离观察 接着把美女顾客带到了手术室 准备一番后 直接给美女顾客胸上来了一针麻醉剂 美女顾客死时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崔岩微笑着抚摸着美女顾客的头 直接用嘴吻了美女顾客的唇 接着在美女顾客的身上开始画图 此时助理小美在手术室外走了进来 看到崔岩的行为连忙制止她 并斥责崔岩如果不停手 自己就报警 说完怒气冲冲地出去了 崔岩此时停下手术 围随小美来到办公室 在小美打电话报警时 直接把小美砸倒在地接着 崔岩回到办公室开始手术 只见她拿起手术刀顺着自己画的线条 开始对美女顾客的胸脯开刀 此时崔岩拿着乳胶垫 往美女顾客胸脯里塞到一半时 突然感觉太大 吩咐女助理去换个小点的乳胶垫 而女助理看着美女顾客胸口不断出血 恳求崔岩赶紧止血 要不然美女顾客就没命了 看到女助理不按自己的命令做事 愤怒的崔岩直接拿手术刀杀死了助理 接着自己开始慢慢地寻找乳胶垫 而女顾客因为长时间胸脯失血过多 直接死掉了 痛苦的崔岩看着死去的美女顾客 感到可惜了 然后直接走了出去 另一边 一直联系不上恩西的周泰 决定前往恩西家里一探究竟 按了门铃 没人开门 这边 医院助理端着果汁前来手术室 看望崔岩 结果看到了一地的鲜血 以及死去的助理小美 于是吓得尖叫出声 连忙准备往外跑 结果西装革履的崔岩 听到动静走了进来 担心女助理泄密 于是直接掐住女助理的脖子 准备杀死她 害怕的女助理拿起旁边的手术剪刀 一下插在崔岩手臂上得以挣脱 接着连忙跑进医院一个房间 反锁上了门 当崔岩找到女助理所在房间后 扮了扮门把手打不开门 愤怒地用脚直接踹开了门 此时的女助理看到崔岩进来 拿起灭火器 对准崔岩 一阵猛喷 在崔岩慌乱之下 趁机跑出了城中医院 另一边 周太顺着窗户翻进了恩西家里 在恩西家里寻找一圈没人后 周太来到了恩西家的地下室 打开房间门 果然看到被绑在凳子上 奄奄一息的恩西 震惊的周太赶忙上前 把插在恩西脖子上的管子拔了出来 并给恩西松绑 这边逃出医院的女助理 带着警察们开车来到医院 此时崔岩已离开医院 于是警察们开车前往崔岩家 站在家门口隐蔽角落的崔岩 眼睁睁地看着警察封锁了自己的家 另一边 被周太送进医院的恩西醒了过来 但仍然惊魂未定地不断尖叫 周太连忙安慰恩西 想到自己的母亲因为自己而死 恩西痛苦地大哭起来 到了晚上 在病房照顾恩西的周太上厕所时 不知何时已躲在暗处的崔岩走进恩西的病房 直接给恩西的输液管里注射了强力麻醉药 当周太上完厕所回到病房 看到恩西痛苦的神情 连忙上前询问 此时崔岩从外面悄悄地走了进来 慢慢地朝恩西的病房靠近 恩西看到崔岩走进来 不能说话的恩西用眼神示意周太 诧异的周太转身时 崔岩直接一针扎在了周太的脖子上 周太痛苦地甩开崔岩 正准备上前打崔岩时 结果似师无力倒了下去 此时 愤怒的崔岩来到周太面前 用脚踹死了周太 并坐到恩西旁边 一番言语后 在恩西目瞪口呆下 给恩西做了整容手术后离开 随后恩西捂住自己的脸 来到医院走廊痛哭 一位病人上前询问他是怎么了 结果恩西抬起头 一下子吓得病人连忙跑开了 只见此时的恩西活像一个女鬼 容貌猙獰恐怖 此时不知何去何从的崔岩 来到一处天桥下 躺在桥下的乞丐 拉着崔岩的裤腿乞讨 不理会的崔岩 一把挣脱乞丐 走了几步后 心生一计 找到一块砖头 砸死了乞丐 并掏出乞丐的身份证 装进口袋 随后崔岩把自己毁容后 来到一座整容医院 在医生的帮助下 按照乞丐身份证上的容貌 对崔岩进行整容 当医生把崔岩头上的纱布拆开后 看着自己的容貌 崔岩兴奋的连忙夸赞医生的技术 并说自己马上将要出院 还有很多事没做 心仇就恨 随后得意的大笑起来 影片到此结束 由于妻子恩西的出轨 导致了一家人就此断送 而崔岩丧尽天良 惨无人道的杀戮 把自己带入了歧途 导致如此结果 都是因为双方彼此不尊重造成的 且行且珍惜吧 好了 我是老狗 下期见